基隆市新一區有棟公寓四樓 日前在宣蘭諾颱風來襲的時候 陽臺突然崩塌 斷裂的鋼筋水泥 有部分是直接掉落到三樓陽臺上 而且有其他部分 看起來搖搖欲墜 觸目驚心 但是由於這屋主 常年旅居海外無人修復 現在市政府以及里長 只能暫時拉起封鎖線 以免發生民眾路過危險 公寓陽臺斷裂崩塌 雖然外牆已經掉落 地板還連著鋼筋 搖搖欲墜 陽臺垮掉沒修復 隔壁的里長跑來關心 路過的民眾更是膽戰心驚 基隆信義區東新路旁 移動四十多年的老公寓 軒然若颱風來襲當晚 四樓陽臺突然崩塌 由於屋主常年旅居國外 到現在都沒人處理 當地里長只能先跟市府聯繫 拉起封鎖線避免意外 屋主如果說人在國外 沒辦法處理的話 是不是能夠境外找他的親戚朋友 或者相關人士 趕快把這個狀況解除 趕快來處理 這個是真的是很危險 因為屋主在國外 所以說我們也不能夠 擅自進入他的民宅 只會聯絡上他 否則的話一切都是違法 所以我們站在安全的角度呢 希望市政府做一個明確的處置 陽臺垮了十幾天 至今遲遲無人聞問 基隆市府接獲通報後 已經聯絡上公寓所有人 雖然屋主人在國外 帶對市府回應表示 將會盡速授權在台親友 盡速處理房屋修繕等相關事宜 記者黃一傑 基隆報導